今年11月到12月 华为与奇瑞长安汽车 合作的新车陆续问世 其中与赛利斯合作的 问界M9新车 也将在12月底发布 但有民众向大陆媒体投诉 去年9月 他们一家四口去华为门市 赏车试驾新款问界M5 结果发生意外 当事人回忆 随行的试车员 宣称自己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 结果没想到 手脚放开后竟发生车祸 导致两名乘客轻伤 两人重伤残废 驾驶员向媒体表示 当时是因为车速过快 人为接管不及 与车辆性能无关 当时是有演示过这个功能 但是在目前 动车之前的话 我是人工接管的 所以当然还是我人员操作 他们的问题 当事人指控 事发一年多后 从今年7月起 华为汽车的销售厂商 已没有支付护理费 更为履行赔偿责任 愤而向政府相关单位投诉 并拒绝和解 伤的都很重 不管我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我现在还在治疗里 是后期的医药会 从9月份以后 他们就没出呢 华为方面表示 2022年发生事故的问界M5 还没有自驾功能 只有辅助驾驶功能 近年华为积极跨入电动车市场 就怕影响市场信心 后续事故调查及赔偿责任 还在厘清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